交响曲演奏 24节令鼓 中国武术还有传统舞蹈 这是疫情三年后 此大附中和激化独中 联办的感恩音乐会 两校学生盛情演绎 现场气氛高昂澎湃 这场感恩音乐会 平时靠两国学生各自练习 演出当天才有时间合体排练 彼此的默契也在认真排练中 快速养成 最终呈现完美动人的演绎 我们希望借由演奏音乐的方式 让我们彼此可以更加的了解 是一个非常丰富 非常增加色彩的一个象征 第一次过来这边 很期待吧 因为就是第一次有那么多人 就是一起合演 相信他们也练习很久 然后我们也在背后准备很久了 大家都付出很大的努力 在这一次交流中 不管是在我们对乐器的了解 或者是我们在乐器技术上 很有教导 我觉得我们很多需要进步 如果再有机会 我们也可以一起再合作一次 来自实际的教练 有教了我很多不同的技巧 在表演方面 我们跟台湾 staff中的 一个交流 一个友好的证明 希望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台上的精彩表演 牵动了台下观众的心弦 我觉得是两个学校的交流很不错 然后孩子的很勇心 然后希望有更多的这种机会 给两国之间的孩子 学习各方面不一样的文化和交流 我们是住英国 所以刚好回来就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感恩音乐会 觉得很棒 他住在国外嘛 没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所以我们就想说带他一起来感受一下 看了就好感动 来这个音乐会给我最大感受 真的是很平静和安宁 就是在洗涤我的心灵 尤其是就刚经过各种考试啊 然后试验那种焦虑啊 来到这个我真的觉得我心有放松下来 两国之间孩子与孩子间的交流 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其实世界很大 那我们还可以更往前走 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想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好好珍惜 感谢这种善的姻缘 我们今天的表演最大的突破就是两校学生合合互学 共学共长 把词记人文注入心田 然后用身形 用音乐 用艺术 用国术展现出来 我相信这些孩子 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埋下菩提的种子 这样的美跟善的种子 一定会在他们的成长的历程里面发芽 甚至于长大 音乐是最美好的语言 可以通达彼此的世界 两国学生共学共赏 在美善交会间共复一场心灵交流 待新闻王哲卫李培心王素悦马来西亚综合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感谢观看